说起来啊 这功高莫过于救主 为了救主的呀 身上挨了三刀 不白挨 换来了一生的荣华 马上啊 就被超风为了贝勒 然后呢 进为领侍卫内大臣 后来啊 又成了御前大臣 这领侍卫内大臣呢 听着挺唬人 实际上啊 就是保安头 一共有八个 各旗啊 出一个 这御前大臣就不一样了 可以啊 参之正式了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 是咱们在书馆里 说这个嘉庆遇刺案的 最后一集 有人说了 说你这个刺也刺了 审也审了 是不是你讲故事 他过于拖拉了呀 哎 其实不是这样 这起案件啊 有很多精彩的桥段啊 咱们还没聊到 咱们是不是得聊聊啊 这个坊间队 这起案件的传闻 还得说说呀 在这个刺杀案件的当口 护驾有功的大臣 是如何赏的 那个蹲在墙角打哆嗦的呀 是如何罚的 最为关键的 是这嘉庆皇帝 为何对这个陈德 用刑几日之后啊 突然就降旨 草草的 把此案完结 所以说 这陈德次嘉庆案呢 咱们在这儿啊 还得再莫非一期 得嘞 咱们闲言勾开 书归正传 自从这嘉庆皇帝降旨 可以对这个侵犯 陈德用刑以后 这刑伯大堂上的堂官啊 那可有了主心骨了 因为他们当时啊 不给陈德用刑的原因 只有一个 朝廷侵犯 一旦用刑过度 挺刑不过 把这陈德打死了 哎 像皇上啊 没法交代 可是这回啊 是这嘉庆皇帝亲口说的 哎 他要是不招啊 就可以给他用刑 这一下子呀 这刑部的造班牙医啊 可显出本事来了 什么鞭子板子夹棍呢 老虎灯辣椒水啊 给这个陈德呀 是一通招呼 要说起来 这陈德他是条汉子 他还真没呀 乱咬他人 可是呢 他挺刑不过呀 哎 你要是没有招对呀 他就更望狠了用刑 于是陈德呀 一旦挺刑不过 就再招点 可是招出来的 已然是浑蛋胡话了 像什么夜梦过 黄袍加身呢 梦到过这个夜里呀 到了这个太子东宫 遇到老神仙呢 并且呀 还招出 曾经五次 到这个正阳门外呀 去求仙剑 哎 去哪儿求仙剑 正阳门关地庙啊 现在没有了 原来呀 就在这个前门楼子 和这个正阳门的 瓮城中间 靠在这个正阳门的城墙上 老北京人呢 都知道 这个小庙 他庙小 神力大 里边供着呀 这个降魔大帝 官圣帝君 陈德说了 他上那儿啊 曾经连续求签五次 每次求的 都是上上千 所以呀 才打定主意 要赐王杀价 给自己 混一个更好的前程 哎呀 这话呀 听着都是他们混蛋话 更好的前程呢 这最次的前程 也是稀释一刀 再往好了说呀 那就是 灵痴忘寡了 咱们在这儿啊 一说一乐的事 可是啊 当时 这满朝的文武大臣呢 那可都惶惶不可终日了 万一在这重刑之下 这陈德乱喷乱咬 那谁也保不齐呀 不纠连到自己身上 过了这么多日子 还不着啊 这大伙都慌了 这种话呀 不会没人跟家庆皇帝说 这家庆皇帝又不傻 他自己也能察觉的到 于是 这家庆皇帝 就动了快快了结 此案的心思 就在这会儿啊 有人给这家案子呀 加了一把柴子 算是啊 这家庆皇帝 下决心结案的祝燃记 就在这刑国大堂上啊 如火如荼的 审理 陈德逆案的时候 有这么一天早晨啊 有人往这个通政史思 参议成存的门缝里呀 哎 塞了一封信 这书信的署名啊 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左领 傅明阿 这信中啊 也没有什么废话 哎 只有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 笔帖是兴德堡父子 曾与逆犯 陈德 素有往来 这位参议成存的 一下子就明白了 哦 这是一方接铁呀 咱们书中案表 什么叫接铁呀 这个接铁呀 就是揭发他人犯罪的 一种举报信 可是大清国呀 有明文规定 凡这接铁上啊 我有署名者 这个无论这是不是属实 官员接到接铁之后啊 应立刻焚毁 不予调查 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呀 是挺人性化的 就避免了那种啊 一张邮票八分钱 我让你小子恶心半年的事情发生 这朝廷的意思是说呀 哎 要是揭发检举嘛 你就实名 这秘名嘛 里边就必然有一些 隐晦不可告人的地方 所以呀 他不准这个官员 接这种秘名举报信 可是这封举报信呢 他不一样 上面有署名啊 左领复明阿 所以呀 这成存的也不敢隐瞒 哎 就只有如实的汇报给了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啊 认为很蹊跷 哎 这个十有八九啊 是属于是诽谤诬告 那么既然是实名举报呢 那就查吧 于是把这件事情啊 就下发给了九门提督 京城的最高治安长官 让他呀 去查明此事 这会儿的部军统领衙门 哎 就是九门提督是谁呀 陆康 这陆康啊 是老九门提督 定亲王绵恩一手拾起来的人 是个精明能干的主 接到旨意之后 这九门提督想 那就按普查呗 咱们呀 先找这个举报人 也就是啊 这个左领 傅明恩 可是啊 查遍了外八旗 以及啊 内务府三旗 所有左领的名单啊 没有一个左领 叫这个名字 那这就很显然了 这就是一封啊 秘名接铁 那既然都闹到这个地步了 不提审这被举报之人呢 看样子也是不行了 于是啊 这步兵统领衙门呢 就提审了这笔贴士兴德宝 要说起这兴德宝啊 还真有其人 这兴德宝呢 是满洲整蓝其人 时任呢 户部染料裤的一名笔贴士 既然接铁上举报 兴德宝父子啊 都与这个陈德有勾连 所以说呢 这兴德宝的儿子啊 也没能逃过此劫 一同啊 被传到了 布军统领衙门的大堂 这兴德宝啊 有三个儿子 这老二啊 是个哑巴 说话呢 只能比比划话话 这老三的年纪不大 是个后补笔贴士 名字呀 叫刚安 还没有方正式的差事 也就是暂时啊 在家读书 这老大这会儿啊 已经是分家令过了 名字叫刚亮 可不吗 这天刚亮 就被逮到这个 步兵统领衙门来了 在这营里当差啊 是一名领催 这领催是什么呀 哎 小官 小到什么程度呢 班长 这三审五审的 这领子几个呀 也是没什么招对 并且表示啊 是绝不认识陈德 到家里去搜呢 骗子之物啊 全部被拿到这个九门提督府 仔细查队之后啊 也没发现呀 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这嘉庆皇帝呀 得到消息之后 认为这领子几个呀 也是被冤枉的 被人诬陷的 所以说呀 嘉庆皇帝下旨 星德宝这领子几个呀 放了 也就完了 不过呀 让他们好好的回忆一下 有没有什么仇人 到底是何人诬告 这跟朝廷没事找事玩啊 哎 这老三呢 还真想起一个来 这人是谁呀 这人呢 是这个星德宝堂直 刚住的儿子 他名字呀 叫赵昌 平日啊 行为不端 是个这个偷鸡摸狗 无所事事 有手好闲的浮夸子弟 这星德宝啊 平时也是没事 吃饱了撑的冲大被 哎 就刺得过他几回 是不是他怀恨在心 举报了咱们爷们啊 这九门题都一听啊 嗯 倒是有你这么一说 于是啊 就捋着这条信 往下查下去了 一查呀 这个赵昌这小子呀 捋的就不干净 他竟然呀 还举报过他爹 举报他爹呀 亲戚重妾 说给这个小妾的儿子呀 分的家产多 给他这个嫡子啊 分的家产少 您说这不是混了蛋了吗 这个 拿人 九门题都啊 一声令下 这赵昌啊 就被拿到了这个 九门题都府 没用费劲 几回热堂过下来呀 就招了 确实是因为 爷爷这小子呀 因借待不周 才心生歹心 举报了自己的叔爷爷 这事一出啊 事虽然不大 可这满朝成功啊 他心里更打鼓了 万一自己 也摊上这么个小人 宅得清楚还好 那要是宅不清楚 哎呀 这脑袋可够呛啊 这嘉庆皇帝呀 是这有清十二代呀 难得的人词之主 您看嘉庆 死后这嗜好 人宗吗 所以这皇上一想啊 哎就这样吧 干嘛非得查得那么细致呢 既然这侵犯陈德呀 他没有招罪 干脆也就按这个谋逆罪 临时处死 也就罢了 您看这个陈德呀 实际上 他朱油蒙心 痴死迷眼 他起了这个刺杀皇上的念头 可是他民间不这么说 这民间老百姓传说呀 这陈德德性大了 好家伙的嘞 这舍得一身拐呀 敢把皇帝拉下马 哎 是条汉子 这么一来呀 就把这个陈德给传神了 说这个陈德呀 上刑场的时候啊 一言不发 瞪着眼 抬着头 眼睁睁的看见他们呀 把自己的两个亲儿子 都当场嚼死了 眼皮都没眨一下 正赏五十啊 号炮点起 这陈德就被绑在了刑场中间的行柱上 这刽子手 先用快刀 先用快刀削去了陈德的双耳鼻子 还有乳头 然后啊 从左肩开始一片一片的开始割陈德的肉 割一片翻下来 割一片翻下来 哎 您瞧过那个德月楼的松鼠鲑鱼吗 哎 跟那个差不多 有人说了 你干嘛拿德月楼这道菜撒筏子呀 嗯 吃过两回 太贵 有点吃不起了 所以呀 哎 这是妈妈嫌疑 哎呀 过了两个时辰呢 这拉的这陈德呀 满身流黄水呀 削完左肩呀 待到拉右肩的时候 这陈德突然争目 对着这刽子手说 快些 可是这刽子手是干嘛的呀 哎 比你横的呀 他见的多了 这刽子手一翻眼皮呀 说甭跟我使横 你这不算什么 想当年呀 九千岁刘锦 在受折刑的时候 中途放下来 回到号里 还喝两碗粥呢 皇二老爷子有旨意 哎 快不了 得让你呀 多受点罪 这陈德呀 听闻此话 也只好啊 毙了双目 哎 认了命了 这人一死啊 算是该关警论 这事啊 也就算过去了 咱们呀 得说说 这护驾这当口啊 这有公之臣是怎么赏的 这有罪之人是怎么罚的 很多呀 这个野水传说呀 他很不贴谱 哎 他说了 这个定亲王绵恩呢 这个皇姐夫 拉网多尔记呀 像这种人呢 每人赏十万弹的年缝 受了重伤的丹巴多尔记呀 这个加三万弹的年缝 剩下的那些小侍卫和护军呢 每人也加五千弹的年缝 这事说的呀 就有点大吃了 您知道这大清国一年通过这个曹运 往北京运粮食 哎 一共多少吗 也无非呀 就是这个三四百万弹 这五百弹呢 装一船 十万弹呢 哎 那得是二百船 这曹运上啊 还干不干点别的了呀 但有人就说了 那你说个贴谱了呗 哎 其实我说的呀 他也不一定贴谱 我也是从啊 这个清朝野水大官上看来的 这政史上啊 没有交代 定亲王绵恩和这个皇姐夫 拉望多尔基 每人啊 赏御用补卦一件 就是说呀 这皇上穿什么 你穿什么 不过呀 可不是那明皇的龙袍 就是这个蓝底的五爪龙的补卦 算皇上平时穿的长服吧 您看这个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兽图上 乾隆皇帝穿的那个没有 哎 跟那个就一模一样 并且呢 这绵恩的儿子呀 被封为贝勒 哎 您看啊 人家这个王爷府啊 出了一个不用世袭的爵位 这是皇上家呀 对这个王府的额外封赏和恩宠 这皇姐夫拉望多尔基的儿子 八言济而嘎 被封为了郑国公 并且呀 赏这个姐夫呀 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 要说呀 这功劳最大的 就得数这个 侍卫丹巴多尔基了 其实当时啊 这丹巴多尔基呀 他就不只是侍卫那么简单 他的父祖啊 都是蒙古王公 他本身呢 也有贝子的弦 不过这会儿啊 他可是没有任何爵位 因为这个贝子啊 被消绝了 什么原因被消绝呢 哎 说起来啊 是因为这个公务员从商 他的这个辽宁啊 哎 撕开过小梅谣 并且呢 这个梅谣融资的时候啊 还用过汉人的钱 也就是说呀 他让这个名人入过谷 这会儿呢 是乾清门侍卫呀 还管着鸾一位 也就是说呀 他是个侍卫头 说起来呀 这公高莫过于救主 为了救主的呀 身上挨了三刀 不白挨 换来了一生的荣华 马上啊 就被超锋为了贝勒 然后呢 进为领侍卫内大臣 后来呀 又成了御前大臣 这领侍卫内大臣呢 听着挺唬人 实际上啊 就是保安头 一共有八个 各旗呀 出一个 这御前大臣就不一样了 可以呀 参之正事了 好日子呢 也没过多长时间 嘉庆十八年 丹巴杜尔记 在贝勒的爵位上 哄尸了 埋回了他们辽宁的封地 您要是对他感兴趣啊 您可以呀 这个查一查 这个故宫博院呢 一位姓姜的老师 写过关于丹巴杜尔记的 一篇小传 您到故宫博院网站上啊 可以查到 那自然了 其他的几名啊 侍卫护军 各有封赏 那么有赏就得有罚呀 首先呢 带头跑的三位护军 给咔嚓了 顺真门护军统领 革职 京城侍卫副统领 革职留任 京城侍卫统领 革职发配到热河 内务府 御膳房总监 发配到伊丽 您还记得 那个蹲在墙角 肃亲王永熙吗 发配到宗人府 义罪论除 得嘞 这场陈德次嘉庆案 书到此处啊 全篇完结 您要是觉得呀 这书说的还算有意思 那烦请您啊 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在这更新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